周日伐决定进军好莱坞 但一开始的过程并不顺利 好莱坞开始接受的 还是把他当做拿枪 耍酷 就有点类似于接受李连杰 接受成龙 把他当做个打击 后来一点点的周日伐打开自己局面了 尤其是李安导演的沃普藏龙 他里边演的《大侠李木白》 这沃普藏龙在全球 获得了两个多亿美金的票房 这也是迄今为止 华语片的最高票房 那么他这李木白呢 可不是打星 你看拿着剑 打着武打动作那么点 主要是通过他体现 中国武术里边的道家精神 和清静无为的这种文化 我一度进入了一种很深的激进 我的周围只有光 时间 空间都不存在 李木白就是续命 中派是续命 剑法也是续命 八十五金 里面什么也没有 把手冲开 我们拥有的是一切 所以这部片子让周日发成为了国际影星 后来周日发呢 转个弯呢 又回到这个华语影坛继续发展 你看拍了姨妈的后现代生活 后来张艺谋的满城近代黄金奖 然后拍了湖美导演的孔子 其中一个给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合作 那是揭拍了姜文的《让子弹飞》 霸气外露 找死 这位马邦德县长 他不是我们的 不是畜生 枪一响就有人死 有人死 就有人哭 死 让他们死 这个钱 我一分都不出 额城到处都是我的钱 辛亥不是个地方 是一种革命 美临U.S.A. 1910 当时姜文 葛优 还有这个周日发 三个人的这种对场戏 我们还记得吧 三个人 围成一圈坐着 互相之间打击风 拍摄过程当中采用 里边有这个 轨道士几位 把这仨人拍下来 那一幕张力极强 看着特别过瘾 我这套腿 断了我的货 十回又八回 被张麻子劫走了 如果 你们可以去剿匪的话 钱 要多少 有多少 胆子 你是有的 本事呢 我凭什么相信 你能剿了张麻子 花有重开日 人无在少年 大哥 怒不得呀 黄老爷 一嘴 一嘴 你看很多人都感觉 跟姜文演戴影 太费劲了 姜文太霸气 强戏 所以你要是真找不到 像周日发这样的人物 也根本跟姜文无法搭戏 反过来一样 发歌演戏非常霸道 要不是有姜文这样的人物 不是有葛又这样的戏经 也接不住周日发 所以这部戏 你想想三个人的合作 还没等拍的时候 就令人神亡 这片子里有不少腕 你像刘嘉玲啊 还有咱们这边 像邵冰啊 张墨啊 陈坤 这几位大陆的当红影星 是零片酬 不要片酬 为什么 就是想体验一下 和这三位大腕合作的感觉 所以发歌到这时候的50多 饱到不老 而且他的片酬 在这时候 也拿到了 可以说在大陆拍片的 一个顶风价 4300多万人民币 感谢观看